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乖永,欢迎收看专国的一用 柯文哲是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昨天吴宝请为今天开枪检方 他向检方说动用国家的力量 而且他指控检方正在研读他电脑里面的资料在编故事 这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吗 另外我们看到了柯文哲 他还力挺被限制住居的台北市都委会的执行秘书少秀沛 少秀沛被传讯了 他支持他说一个公文有那么多人签字 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 其实这句话他不是在支持少秀沛 他是在支持自己 因为最后所有的章决定的都是你 因为很多的章只是告诉你说我看过这个公文 可能有的人是在审核公文有没有错别字而已 最后决定不就是你柯文哲吗 所以这句话说不要怪罪一个人 那就是不要怪罪你的意思吗 奇怪了 所以明明柯文哲2015年他说过谁盖章谁负责 你有没有说过 所以现在又要推翻你讲的话吗 所以看到柯文哲这种人反反复复 值得你相信吗 他就是一个说谎专家吗 大家都在问 进化成的内幕到底有没有水落石出 还是水落石未出 大家也在问 所以值得大家好的来探讨 现在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对是我们的资深媒体员我们的邱明 明 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市议员佐冠廷 冠廷 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台湾医事法律协会的执行长 罗俊坚 罗医事 永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洪建议建议 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的资深媒体员林玉慧小芳 永哥好大家晚安 再来我们的国民党前发言人萧敬延 敬延 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那到底柯文哲出来以后 他竟然指控检方罗资罪名 可是问题检方查的不是只有你这一案 好多个案你通通有问题 所以有罗资吗 我们来看个相关报导 吴邦请回后29个小时 柯文哲二度现身家门口 面对守候的记者 他说不能讲太多 但一开口却滔滔不绝 不管是硬别 因为全部说过什么去 比照郑文燦的案子 他们是第二天就提抗告 为什么我的仗还拖这么久 我知道他们应该很动用 所有力量都在研读那些 线号里面的资料 你们大概现在用动用 全部国家力量 在很认真地研究柯文哲 看似也在等检方提抗告 柯文哲把检方的动作 解读为执政党打压 要入他语罪 整个台会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 变成跟名嘴一样 每天在那穿着护飞在 不要说抹黑 就是这样编故事 什么叫有罪你知道吗 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国家不应该是这样 这是你们对得起当年 二三十年前那些民进党的前辈 还有二十年前 我们是支持民进党的 你们已经变成新党国体制了 日影反抗 让柯文哲攻击民进党只是为了打预防针 名嘴更直言 如果民进党就能判有罪 柯文哲怎能无保请回 到底发动政治攻击的是谁 答案已经很清楚 这就是柯文哲 他说有关精华城的840%的容积率 他是今年3月4月他才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了柯文哲昔日的言论被翻出 今天却剩下不知道 所以人家在亏他 他说都有在看吗 谁盖张谁负责 可是现在柯文哲盖的张又不负责 他说如果都不知道 什么都搞不清楚 可以去死一死 7414 现在是最夯的四个号码 我们再看看他怎么讲 8月5号说2020年 贪污来自重农 底下若有贪污 长官不太可能不知道 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柯文哲 所以换句话讲柯文哲 你要嘛就承认你当时胡说八道 要不然你就是知道 请问你要承认胡说八道 还是要知道 现在柯文哲当然说我胡说八道了 因为胡说八道没罪 承认知道有罪 会不会这样子呢 所以大家在问 这是2024年的9月2日 净化成840%我不知道 所以他的157 变成15.7 加个小数点 变成15.7 所以柯文哲不知道净华承认吗 黄伟哲说怎么可能不知道 怎么可以不知道 见到柯文哲无保请委 彭震生他被收压禁见 为什么我被压 他没事 因为他 他说 柯文哲都知道 其实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胡说八道 他说他到今年3月4月才知道 容积率是840% 我们来看看 精华广场动工典礼是在2022年 10月19日 几年前将近两年前 柯文哲的讲稿说 期盼变成放大版的陶煮饮员 他参加精华城的动工典礼 这个时候这个动工典礼请问 他的容积率是多少 是840没错了吧 所以沈庆庆主席相当有创意 这是柯文哲讲的 柯文哲讲的 他说陶煮饮员也是台北市的一个地标 所以我们很期待说 精华广场盖完之后 等于陶煮饮员的再放大 换句话讲他什么都知道 结果他现在讲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明依 一句不知道 这就是现在的柯文哲吗 我不知道这样我可以走了吗 不知道就可以走了 对不起 现在流行不知道 评论一下 好那还要我很负责任的说我不知道 好先讲了 我说看起来柯文哲就是无保请回之后 整个满血复活 今天不出家门 本来这个记者要追问他 他本来想说不想讲 后来他又走回来 又开始讲 一讲讲四分钟 就开始大批民进党 什么新党国复辟什么的 但是大家问到金华城的时候 他像是那个鸭子一样 就整个嘴巴又闭起来了 所以金华城就是在他无保请回的那一天晚上 他走出来就像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就讲到那个840%的容积率 他竟然敢说我不知道 好那为什么他一定要讲我不知道 因为根据他现在是被起诉是图利罪 还有这个违背职务的这个受贿 那图利罪其实开宗民意的前提是说 你明知道这个违背法律 但你还是故意要给图利自己或独立大人 所以他现在整个就一推二做五 就一定要讲说我不知道 好那我不知道 那事实上呢 这个当然今天大家就引发很大的争论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最主要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 我是希望那个检察官 什么北院的那个什么刘德华 不过未来的那个法官会换人 基家庭的法官会换人 那但是他这边还是要讲给 那个北院刘德华 朱家义法官给他听 如果柯文哲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第一个 根据2020年10月27号建议在这边 那个公展 公展的那个那个专签 就是柯文哲自己盖章自己签名 而且跳过副市长 对 第一个最主要的证据 就是那个公展 而且我把日期都告诉你 2020年10月27号 那个公展的那个章 是柯文哲自己签自己盖的 所以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除非他可以告诉我们说 有啦法院上有实物啦 就说除非你是不适智啦 你不适智你就这样子盖了 那怎么可能 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大家一直在播放的影片 就是苗博雅嘛 苗博雅在2021年11月11号 去质询的时候 他旁边还站着这个都发局长 都已经在问柯文哲了 你怎么能够给他 这么高的一个容积率 柯文哲还当时抓抓头 还讲说 因为那两个是好 那个两个看起来不是坏人 还故意这样子 故左二右而言他 所以张也是你盖的 名也是你签的 质询也是你站在质询台上 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更不用讲这张图了 这是金华广场当时的 你看2022年10月19号 动土典礼 这个是谁 这个是威京小沈嘛 对不对 那还有柯文哲 这个是柯文哲嘛 对不对 这就是柯文哲啊 这个就是沈庆经啊 你参加动土典礼耶 柯文哲站在西位 对对对 站在西位猜他动土典礼耶 你看这两个人是主角嘛 对不对 然后他站在右边表示他最大 对一般来讲 动土典礼是 纵南 纵南总统来 纵南院长来 我们一般来讲 真正的主人要站在西位 对 结果现在柯文哲站在西位 柯文哲你是 放大版逃出女人的主人吗 灵演啊 我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站在右边 右边伟大嘛 对不对 这太夸张了 所以连动土典礼 都是你亲自参加的 等于说这个金华城 从省议一直到放水 一直到动土 你根本就是亲自参与 结果现在只有四个字 我不知道 然后现在他就想要 想要这个 但就想要逃脱责任 可是我必须讲 现在看起来他宁可干冒这个 就是说他当时自己讲说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柯玉石 他宁可就被人家讲说他笨 他现在也不能承认说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 包括土力跟收回他就完了 那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即便 即便他现在讲不知道 今天黄珊珊已经帮他改口 黄珊珊说 柯文哲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说他不干预 但是我这边就问 黄珊珊你凭什么帮他改口 在这里 黄珊珊帮他开口 他说柯从眉说 不知精华成难 他有接到陈情 但不干预 他说他今年3月4月才知道 容积率840 他是讲得这么清楚 黄珊珊可以帮他这样改口 当然不行 黄珊珊你凭什么可以帮他改口 那我最后要讲 我就说现在柯文哲看起来 那个交保之后 无保请回之后 他整个满血复活 就开始嘴很揪 可是我要讲 我说柯文哲你也不用唱揪太久 因为事实上像今天最新消息 检察官已经再次的去询问 沈庆金跟彭震生 而且简连今天也约谈了关键的人物 那个就是那个邵小姐 邵秀配 邵秀配 他是那个都委会的直密 这几个人都是关键的证人 而且今天这个简连 还去搜了这个邵秀配的住家 那我当然觉得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外界推测 还去搜他住家 要么就是说你会有金流 因为这个北院的这个新闻稿里面 只指说彭震生跟这个邵秀配是共犯 那既然彭震生里面户头有不明的金额 邵秀配他家会不会有金额 这是一个 要么就是邵秀配他家 是不是有录音 如果有关键的录音档的话 就包括这几个关键证人 我觉得柯文哲你也不用再嘴秋了 所以看到了黄珊珊帮他改口 可是问题是你柯文哲你昨天是讲得很清楚 你是说今年三四月你才知道八百事 可是显然这都是谎话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个 你在2022年10月19你就知道 因为你去参加动土典礼 你站在这里你站在西威 还有苗波亚的质询 三年前你就知道八百事 所以我要让大家来看这一段 所以冠廷 前都委会的委员 中原大学建筑系的特聘教授 台湾建筑学会的理事长 这是专家 曾光宗教授 他说政治人物位于一定的高度 必须能明辨是非 特别是面对京华城案 涉及如此庞大的利益 随便给人家一百多亿 他一句不知道就过了吗 所以呢 曾教授说前后历经六年的审议期间 不应该以一句不知道而予以待过 所以这很离谱 而且曾教授他反对 可是第二任他就被换掉了 所以他只当了四年 柯文哲就把他给换掉 再让大家看 黄伟岸的质疑 怎么可能不知道 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彭正生叉叉叉 念什么 为什么我被押 而他没事 彭正生说 是他决定的 我不敢批 是由他批的 结果我不敢批的人收押近见 他批的人没事 谁敢有这种事情 勇哥 今天早上柯文哲受访的态度 认证的一件事 柯文哲是全台湾政治人物中 脸皮最厚最厚最厚的人 比犀牛皮还厚啊 他今天那个态度像什么 好像是一副 无罪定验 全部金华城案是一场冤案 拍谁 你的副市长现在被压 你这个案子法官是认定 金华城是有问题的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 现在没有压你 你今天的态度一副就变成说 都没他的事了 今天柯文哲变评论员 今天柯文哲在讲说 司法机关啊 跟名嘴一样啊 你现在编故事 拍谁哦 金华城案子不是编故事 法院现在对外面的说法 检察官对外面的态度很清楚 金华城是有弊案的 只是可能认为说你不会篡政 认为你可能不会逃亡 认为现在没有100% 认为是你指示的证据 也许法官还没看到 今天的全国第一勇的这些证据 也许 所以让你放出来无包请回 你今天一副就觉得 都没事了 然后你现在变全天下 最纯洁的圣人 不是啦 勇哥真的是脸皮太厚了 我就退一万步讲啦 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领导之下 有金华城鲁史大的弊案 副市长现在被压在里面 然后柯文哲现在变评论员 这对吗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柯文哲今天的态度 跟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其实在为未来做防火墙 未来什么事情做防火墙 未来假如抗告成功被压做防火墙 未来假如被起诉做防火墙 未来假如一审有罪做防火墙 你看他今天讲的话多恶劣 一个堂堂台湾第三大政党的党主席 他说 民进党说你有罪就有罪 司法跟媒体是政治工具 压力最大的是法官 压力最大的是法官 这句话什么意思 法官顶住压力了 因为让你无包请回 如果接下去高院的法官 认为你有问题 如果退回来重新审查 然后之后法官重新认为说 对你应该要压呢 这个法官受到民进党的压力 所以才压我 这都是在他为他未来 有可能有事情做准备 最后一个我要讲 他讲说如果一个公文 他今天讲话太恶劣 一个公文有这么多人牵制 到最后不能把责任推给某一个人 哪有人这样子的 这个渴了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个公文我跟你讲 有多少人牵制 你知道这很恶劣 你是市长 刚刚小玉姐讲了这么多 之前减苏培 之前很多名义代表建议议员 这么多的公文 最后你决行的 容积放宽的 准用 都更条例的 你最后决行 结果他现在用个两手一摊 底下那么多公务员盖章 所以不都是他的责任 可以这样赖的 最后一个我要讲黄国昌 我不知道与我无关 我们不用用上古时期的黄国昌 我们用去年的黄国昌就好了 去年的黄国昌怎么讲林之庙 林之庙要继续践踏法治吗 当时骂林之庙叫践踏法治 他说林之庙在法院上的答辩 基本上维持 我不知道与我无关 并无新意 我不知道与我无关的林之庙 叫做践踏法治 请问黄国昌 你今天怎么讲柯文哲 你们继续捍卫柯文哲的清白 所以林之庙当时的贪污案 被搜索被起诉等等这些 黄国昌是批评说 你怎么可以用一句不知道就混过去 你绝对有问题 这是黄国昌的态度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这个案子 是谁去告的 国民党去告的 钟小平去告的 你怎么扯到民进党的头上来 钟小平告以后 请问相关的人等 股票公开上市 这么大的大老板 沈庆庆都被收押了 应小微议员被收押了 你的副市长彭震生被收押了 说我又没有签是你签的为什么你没压压我 连彭震生都不服气的讲这些话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了动土典礼 柯文哲你站在最重要的位置 然后看看 我们看看黄伟案怎么讲 他说2021年通过容积率提高到840% 结果呢 他2022年去动土 他竟然敢说他不知道 市长本人却要到卸任两年半后 2024年3月4月才第一次知道 第一次知道这句话 不是黄伟案加上去 不是我们加上去 是柯文哲自己讲的 三年前议员苗博警告你 要小心违法 市长依旧不想主动了解吗 市府从来没有人来报告吗 这就是台北市2018年到2022年 公开透明的进步团队吗 其实黄伟案的质疑 就是每个人的质疑 是国民党去告的 诶 正言 那是你国民党去告的 贪拖民政党 这也很奇怪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原来是我们去告的 原来是这样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哦 柯文哲这个SOP 接下来万用 大家以后上课 小朋友听到不要乱学 这个老师问你我不知道 柯文哲也这样子讲 不知道就淡掉了 对 然后回家 妈妈说这个月怎么没有 这个孝心肺 我不知道 这个柯市长说的 柯主席说的 学小草 小草可能要对爸妈都讲这样子的话 但是这个合理嘛 我觉得柯文哲 他接下来会变成一个 他会变成是失败市长的教科署 为什么这样子讲 过去他讲了多少话 刚才我们CG有帮大家整理 如果今天 我们就讲今天这样子的情况 发生在国民党或民进党身上 柯文哲会讲什么 下属涉滩 长官可能会不知情吗 不可能嘛 一定知道嘛 下属涉滨 长官可以不用负责任吗 当然不行啦 一定要负责任啊 这个会是谁过去讲的话 会是柯文哲过去讲的话 会是黄国昌过去讲的话 可是今天来我们用同样的逻辑 彭震生已经被积压进舰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彭震生被积压进舰 在这之前 大家不要讲说 柯文哲他们可能会变说 这个彭震生 其实他就是负责公务的 他就是副市长 没有那么了解 2020年 那个时候 韩国瑜在高雄市长被罢名 那个时候 柯文哲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 还在讲说 他考虑要推派彭震生 代表民众党参选 高雄市长的补选 所以从这一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彭震生他不是一个 只存负责公务的副市长 第二个柯文哲可能还算 某种程度上欣赏他 因为还打算想要推配 去代表民众党参选高雄市长的补选 这个两件事情 那现在彭震生如今已经被检掉 已经被法院判收押进舰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用柯文哲的逻辑 彭震生如果涉滩 你柯文哲不知道吗 彭震生如果随随便便放行 840%的容积率 柯文哲你不用负责任吗 套用柯文哲过去讲的话 他说什么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清楚 可以去死一死 死一死嘛 他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是柯文哲讲 不是我们要骂人 他是这样说 可以去死一死 2016年他这样子骂我们的好龙斌 他说好龙斌如果什么都不知情 什么都搞不清楚 可以去死一死 他这样子骂别人 那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去问你柯文哲吗 我们不要骂你嘛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问你吗 你柯文哲会去怎么样做回应吗 所以我在想柯文哲 他一直不断提起这些事情 他可能是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他可能在预言一件事情 就是接下来 如果北检在提抗告的话 如果接下来的法官 确定判他要这个收押禁件 或者是柯文哲现在还呛说 如果要我交保 我也不交保 交保我也宁愿被押嘛 那看起来他的收容表会是什么 七四一四 不过说到抗告 柯文哲竟然说 郑文哲案第二天就抗告 为什么我的这么久 他们应该是动用所有国家力量 在研读电脑中的资料 研读电脑中的资料 本来就是讲法官应该做的事啊 研读电脑资料 也可以变成党国体制 诶 柯文哲你也很会连连看 你跟黄国昌学的吗 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 司法机关变成名嘴每天 川朝乎为编故事 所以呢 台北市议员林延峰说 啊 自大谩骂掩盖心虚 这就是柯文哲 真正为编故事的人 是柯文哲跟整个民众的 吴静瑜 Grace怎么讲 柯文哲一早发言 看来很在乎他的硬碟按USB 难道第一潮里面有什么 不能被看到的影片吗 又没犯罪 有什么好生气的 所以人家研究你电脑的资料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欸 Grace跟林延峰 讲得还蛮有道理的 小放 咱们来看呢 其实刚才 我在听冠婷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想到各位 跟我们一样 有没有早上仔细听 柯文哲在接受记者的访问 他一开始就 就开始干咳了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以我们过去 从2014一直到现在 了解的这个柯文哲 他只要一开始咳的时候 就表示他要说谎的开始 那他就一开始就准备骗人 所以你看 哦 他讲什么 他讲说这个一定是国家的力量 要动员国家的力量 在研究电脑 他在骗谁 他在骗小草 跟小草讲说 别的涉案人 他们都不会去看他的电脑 因为他没有电脑 我比较优秀 所以我有电脑 他们靠了我的USB 靠了我的手机 就是国家机器 动员国家机器 要来迫害我 他去形塑一个是受虐儿的一个形象 然后第二个呢 他会讲很空泛的东西 然后他就在讲说 这个什么民进党是新党国机器 被民嘴都是这些所有的人坏死了 跟国家机器抹黑 罗之罪名 然后台湾有罪变成民进党说你有罪就有罪 然后民进党你们要出来道歉 这个是完全空话 他完全空话 他就是想用空用推转换给别人 然后推呢 他最会推的就是我不知道 刚才靖也有学了 我不知道 完全没有参与 那我们给各位看到 他非常多的这个文件都显示他盖过章 甚至于开过会 他怎么会不知道 然后最后他还会变 他在今天早上他有一个 我觉得最妙的是 他在讲说 那检察官怎么不去查民进党缺电的问题 现在我们是在讲金华城的事情 他竟然可以讲到缺电的问题 他完全就是在那边辩解 跟在那边绕 我要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刚才 这个我们主持人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从今天其实其他的媒体上面 他们报道 在2022年的时候 10月19号 当时呢 柯文哲跟他参加了 沈青青金华广场的动土典礼 他里面他在讲稿当中 他讲了一句话 等到金华广场落成之后 等于是放大版的桃珠影园 我们在场有去过桃珠影园吗 没有人去过啦 我们从远望桃珠影园 而不得其门而入 但我怎么知道 金华城会变成一个 放大版的桃珠影园 就是你去过桃珠影园嘛 再不然你怎么会有 这样子一个合理的推断 那变成放大版的一个桃珠影园 我要问的是从392到560到840 这个对于所有的台北市民来讲 台北市民我们贡献给金华 贡献给中工 这么多的容积率跟容奖 对于台北市民我们得到了什么 这是柯文哲到目前为止 都无法回答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都委会的执行秘书 叫邵秀佩 他凌晨被请回了 不过虽然被请回 他已经列为金华城的共犯 已经列为被告 因为他被列为被告 所以问完了以后 遭检方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这一句话记住 彭震生当时第一次也是这样 遭出境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不过彭震生第二次就被收押 禁见了 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帮邵秀佩讲话 不过我觉得他不是在帮邵秀佩讲话 他是在帮他自己讲话 为什么 柯文哲一早替邵秀佩讲话说 不可以把责任全推给某一个人 也意思说责任不要只有推给我柯文哲 但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公文太代多张啦 这是2015年 你看多久以前 他说公文怎么盖那么多张呢 我刻必要推翻他 谁盖张谁就负责 最后都不是你盖张的吗 你盖张的啊 彭震生讲的啊 彭震生不敢盖啊 所以啊 彭震生不敢盖 就是彭震生不想负责嘛 就是你盖的 你应该要负责吧 郑运鹏怎么讲 他说柯文哲这个态度 就是无保险为后 典型的马后炮 没押柯文哲是法官认为 目前的证据 柯文哲还没中罪 所以不是无罪 其实为了专心配合检方调查 邵秀沛本周 已经向市政府请假 业务由他人站带 所以 邵秀沛 他凌晨被请回 这个蛮有意思的 所以整个来讲 怎么来看呢 怎么来看这整个的事情名誉 这邵秀沛被请回 还有公文盖太多张 还有说 不要把案子全推给某一个人 坦白讲啦 柯文哲美其名是在帮少秀沛讲话 但是事实上你看 你把少秀沛拿掉 他其实就是在帮他自己讲话 对嘛 你看他说 这个不是不可以 就是说不可以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一个人 就算这个公文上面 大家就是都有盖章 你不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把少秀沛的名字拿掉 他不是就在讲他自己吗 意思就是说 就算我有盖章 但是你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我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明眼人一看 哇你好棒哦 在帮公务员讲话 但是事实上你看 如果把少秀沛的名字拿掉 柯文哲是等于在帮他自己讲话 所以柯文哲的意思说 谁盖章 谁不必负责 他意思是这样子呢 他以前是讲说 谁盖章谁负责 可是现在这种讲法就是 谁盖章 谁不必负责 不可以把责任全推给一个人 那现在因为有一个 叫做彭正森已经被收押了 所以就够了吗 共犯抓了一个就够了吗 所以大家在问的时候 建议 这公文你是台北市议员 首先我应该讲 柯文哲在第一任任内 针对金华城案子 他完全没动作 在第二届的任内 连任完了以后 短短的两年 就准与他从560跳到840 这没错嘛 第三个 刚才黄珊珊讲的那句话 我真的看了看不下去 他这句话的目的是在 怕 可能是怕柯文哲会被收押的一个话语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不干预 但不干预 各位啊 接到陈勤 他不交办会有往下走吗 也就是109年的3月 他接受到陈勤 我市长不交办给都发局 都发局会跟都委会联系吗 没有跟都委会联系会继续走下去吗 我告诉大家 都委会这个单位只对公家 不对民间 他只对公家 所以必须要都发局来跟他做一个接口 都发局接受到陈勤 不是都发局接受到陈勤 是柯文哲你接受到陈勤 所以你说你完全不知道骗人的 所以是柯文哲交办的嘛 所以这句话最重要 其实黄珊珊在讲这句话 也是为了他自己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接到陈勤的时候 那个便当会黄珊珊在场 主折的彭震生不在场 彭震生知道这危险吗 这不可以啊 他也不敢签啊 所以他也没在场 可是黄珊珊在场 所以这个来讲 因为这个在场 也可能会签责到黄珊珊 所以这句话其实黄珊珊说 柯文哲从来没有说不知情 也就是柯文哲知情 他有接到陈勤 柯文哲知情 但不干预 这个时候在讲说他不干预 所以我副市长不干预 其实以一个法律人的立场 黄珊珊是法律人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用口 他在讲 陈勤的时候我虽然在场 我也不干预 其实这一句话 你们要搞清楚 黄珊珊讲这句话的目的 不是在替柯文哲辩解 如果在替柯文哲辩解 那叫做附带的 他的重点是在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虽然接到陈勤 要到八百四的 这个陈勤的时候 因为我没干预 我虽然在场 我没干预 这样懂了吗